第一天,我作为黄金凋零风暴诞生在下界 黄金野猪站在我的对面 你是我创造出来的 我现在给你一个重要的任务 你务必在一百天内消灭掉钻石HIM 为什么? 创造者没有解释直接将我传送到主世界 但让我没有想到的是 钻石HIM就在我的面前 你一定是黄金野猪创造出来的生物 我不会让你生存下去 今天就是你的死期 紧接着一道巨大的闪电从天而降 他妈的也太痛了,差点要了我的小命 很快我就意识到我根本不是钻石HIM的对手 所以我转身就跑 但让我意外的是我竟然可以飞翔 你跑吧 就算你跑到天涯海角 我也会找到你杀了你 第二天 我暂时躲避了钻石HIM的追杀 来到了安全区域 黄金妖灵风暴 你还好吗? 我抄下我一跳你是谁? 别紧张 我是亚历克斯 我想和你一起组队对抗钻石HIM 既然对方愿意和我联盟我便放下了警惕 随后我跟着亚历克斯回到了他的基地 那是一个大萌场 有大量的萌作物和家属 他带着我走进休息室 这里还有好多像他一样的人类 我们都有一个目标 就是消灭HIM 凋零风暴 你受伤了快跟我来 我跟着其中一个人类走进治疗室 他立刻按照我的伤害 给予了治疗 我的伤已经恢复了 太感谢你 不用客气 第三天 亚历克斯来到了我面前 我想 我们应该制定一个计划 来对抗钻石HIM 他非常强大 当初我的男朋友史蒂夫 就是想看了HIM的灵力 他以为自己可以单挑HIM 结果 连HIM一招都没有接下去去世了 原来HIM这么强大 我很同情你的遭遇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必须快点去寻找变强的办法 HIM一定会在我们联合对抗他之前 来消灭我 就在此时 另一位人类走到我面前 你要离开这里吗 在你走之前 我可以送给你一些物品 对方把我带到了一个房间 我在这里看到好多箱子 我已经收集了很多矿石 我看你是黄金制作的 那我想你一定需要黄金矿石 谢谢你的好意 有了这些东西后 我可以制作一种黄金基地了 第四天 说干就干 我带着黄金矿石 找到了一片空地 并决定在这里 亲手打造一座基地 我利用身上仅存的物品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制作了一座黄金基地 我添加了一些箱子和熔炉 以满足我的制作需求 并且制作了公牲畜居住的区域 然后我前往附近的一个村庄 询问这里的村民 想要领养一些牲畜 我抄你竟然全身都是祖母绿 别大惊小怪 还是黄金制作 既然我们这么相似 那你可以送我几头羊吗 那也不是不可以 但这些羊好像出了问题 你不怕的话就带走吧 你别吓唬我 我可不是吓大的 那是一个风云交加的夜晚 我半夜醒来想拉屎 结果却发现 其中一只羊开始攻击同类 它的眼睛开始发光 当时我就猛逼了 赶紧把它变成了羊肉串 我抄你说的 真他妈吓你 不过 你放心 我会好好照顾他们 第五天到第六天 我把羊都带回了基地 并且给他们 做了时尚的黄金染发 我给羊崽子们 做了全身按摩后 获得了一些羊毛 利用羊毛 给自己打造了一头 黄金西蒙斯 这下 老子终于能好好睡个觉 刚躺床上没过多久 外边就开始没电交加 打雷的声音 让我做了一个噩梦 当我惊醒后 发现要下雨了 不行我得赶紧给小羊们 制作一个屋顶 我赶忙 走到羊圈前 却发现这里只剩下一只羊了 并且羊圈内 到处都是羊毛和羊肉块 我插我的羊呢 这时那只羊转过针来 我看到他发光的眼睛 简直就和钻石 HIM一模一样 当我还在猛逼的时候 羊从羊圈中冲出来 开始攻击我 我反击向他发射金色爆炸突 但这个屌毛非常强大 就在我要死的时候 他立刻冲了来了 但随着尖叫声过后 我发现自己还在床上 我也没管尿湿的被子 就走向羊圈 吓死我了 还好他们都还活着 第七天到第八天 我决定加强自身 所以我开始冒险 进入洞穴获取黄金 经过一番搜索后 我发现了一些金子 利用这些金子 我为自己打造了黄金装备 随后 我又获取了足够多的金子 后返回基地 我看到亚历克斯 在基地门口的路 他似乎非常着急 亚历克斯你怎么了 你可算是回来了 我在附近发现了钻石HIM 快让我们一起去消灭他吧 我跟着亚历克斯 来到了一个没有叶子森林 我抄我们来往了 他已经离开这里了 就在这时 亚历克斯开始飘响中中 他似乎很难受 而我开始环顾四周 发现钻石HIM 正在对亚历克斯 使用心灵控制 妈的 快住手 我使用金色凋零力量 把HIM击退 救下了亚历克斯 你竟然敢坏我的好事 看来 我必须先消灭掉你 钻石HIM 立刻对我展开攻势 我用尽全力反击他 但我尽力了 HIM 对我使用闪电拳能力 我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 因为我马上就要死了 但突然间 我竟然解锁了一个新的技能 我使用心形冲击波攻击了HIM 当HIM被我击退 我赶紧带领亚历克斯逃跑了 第九天到第十天 我们到达了安全区域 亚历克斯你还好吗 谢谢你救了我 但你刚才 怎么会释放出那么强大的力量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看来 你身上还有很多潜力没有开放 那我接下来应该怎么办 我知道 一个人可以训练你 让你变强 你先回家等我 我会让他来找你 我回到家后 开始期待你能的到来 但突然我发现了不妙的事情 我的羊圈里面 现在只剩下了一只羊 这和梦境中的情况一模一样 难道我还在做梦吗 就在我还在疑惑的时候 那只羊转过身来 它露出发光的眼睛 死死地盯着我 接下来便朝着我冲了过来 但这次我已经不是之前的我了 我利用心形冲击波 不停地攻击这个家伙 最终他还是倒下了 这一定是HIM诅咒所致 为了不让事态更加严重 我决定去村庄告诉村民 第十一天到第十三天 我回到村庄 却发现这里的树木也没有了叶子 看来HIM已经来过了 我飞进村庄 发现这里的村民HIM诅咒过了 情况非常糟糕 村民们开始无意识地攻击我 没办法 我只能用凋零攻击和黄金剑的攻击 我正在杀死所有这些无辜的生命 不久之后 他们全部被我消灭 为了不让其他村民搬到这里 并被改燃 我使用打火石 和烧毁了整个村庄 当这里完全化为灰镜后 这地门口有一个人类正等待着我 黄金凋零风暴 你好我是凯 亚历克斯让我来训练你 感谢你的到来 但我已经不需要训练了 你不能让我白跑一趟 所以你必须要接受我的训练 毕竟我一个指头就能将HIM打倒 尊不假论你这要牛逼吗 跟着我 我会让你见识一下真正的力量 第十四天到第十七天 我跟随凯来到了一个训练区域 这里还可以训练我的飞行能力 如果你想要打败钻石 HIM就必须锻炼你的精准度 凯立刻向我演示了精准的设计能力 轮到你了 我也有模有样的使用技能攻击靶子 太垃圾了 于是我聚精会神再次攻击靶子 对 就是这样 那么接下来 我们开始飞行训练 这个我最在好啊 如果我攻击你你还觉得简单吗 哎呀我抄我还没有准备好呢 我立刻飞向空中穿越障碍路 好在我的速度足够快 可以躲避他的攻击 你只是被我击中了几次还不错 但我觉得你还是应该强加练习 好的 我知道了 那么我想我能教你的 已经全部交给你了 但你可以去荒地 寻找我的好朋友诺亚 他可以教会你一些魔法 第18天到第21天 我按照凯的指示 飞往荒地 开始向诺亚学习魔法 我一路上保持警惕 他一定就在这附近的某个地方 我超早知道 跟凯要一张地鱼了 因为我摸不着方向 所以来到了一个绿魔者前哨站 我正打算尝试避开他 才发现 这里并没有人 但突然间一个红石掠夺者 站在我身后出现 外来入侵者快滚开 他开始攻击我 好在我反应及时 飞向空中躲避了伤害 我没有恶意 你不应该攻击我 我向他阐述了此行的目的 并告诉他 我的敌人是HIM 既然你也讨厌HIM 那么我愿意和你并肩作战 我就这样 再次结识了一个新的门 第22天到25天 我没有继续寻找诺亚 而是先回到了基地 还是回到基地的感觉好 是时候对这里装饰一半了 就在我准备行动的时候 一声重击声 吸引了我的注意力 然后翡翠村民就跑了进来 当我准备高兴的时候 才发现 对方的眼睛正在发光 看来他也被感染了 我看这里金光闪闪 没想到这里就是你的基地 所以你是来这里杀我的吗 不你误会了 虽然我被诅咒感染了 但并不代表我被控制 我仍然保持 清醒自己的所作所为 看来 你和诅咒感染的羊崽子不一样 是的我的村庄和村民 已经被你消灭掉了 现在我无家可归了 只想住在这里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非常愿意你的家人 但你要帮助我 一同建造这个基地 我立刻带着他 建造了一座翡翠大别野 太感谢你了 我以后一定为你好好工作 第26天到第20几天 我醒来发现 翡翠村民和我的羊站在一起 你在干嘛 这只羊跑出羊圈了 我再劝闹他们回去 吓我一跳 我还以为你丧失意识了 不过 我想知道 你是这么变成翡翠形态的呢 我觉得这应该和钻石M有关 他已经腐蚀世界 将生物变成恐怖生物 你知道如何阻止 听吗 我之前发现 村庄附近的沼泽地 有一个人 我想他应该会告诉你的 听到翡翠村民的话后 我立刻开始行动 归一会的时候 我就来到了沼泽地 这里有一个超级高的房子 我开始接近他 二话不说就走了进去 你好有人吗 就在这时 一个女巫用药水偷袭了我 当我反应过来后 已经开始头晕目眩 看我抓到了什么 第30天到第33天 我醒来后 发现自己在女巫的地牢中 我知道我必须逃跑 否则没人能阻止钻石HIM 老女巫快放了我 不可能 我要把你拆解后 制作成药剂 你不能这样做 HIM会来找我 这会给你带来麻烦 你是说钻石HIM吗 我突然想到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如果你可以把它带来 我就抓住它放了你 我考虑了女巫的建议 你真的认为 这是一个好主意吗 是的 我现在就可以放了你 但你需要帮我先找到一些物品 女巫打开了牢房 并递给我一张物品清单 快去把这些东西带给我 第34天到第38天 我开始按照女巫的吩咐 寻找清单上面的物品 第一件物品是金色胡萝卜 当我来到村庄后 发现一场大火 已经将庄稼全部摧毁了 于是我只能先放弃金色萝卜 去寻找下一个物品 我在空中环顾四周后 发现了这些紫色花朵 而我需要的 就是中央的这朵小红花 当我准备获取它时 突然紫色花朵向我发射东西 我没有反应过来 直接被射中了眼睛 一瞬间 我就啥也看不见了 没办法 我只能远离它们 在空中释放尽力 最终经过我不懈的努力后 我成功地获取了小红花 离开后 我开始寻找第三件物品 我来到蜘蛛洞穴内 寻找绳子 蜘蛛们一股脑地攻击我 我利用枯萎头骨 轻松地消灭了它们 它们死后 我得到了一些绳子 离开洞穴后 我决定去寻找黄金胡萝卜 谁要胡萝卜三万块一斤 刚好我发现了一头猪 正在卖胡萝卜 你好傻猪给我一根胡萝卜 突然这头猪竟然消失了 重新出现的是一头长颈野猪 它向我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战争 我立刻反应过来 向它使用星星光波 最终它被我消灭后 留下了一只胡萝卜 获取了简单的物品后 剩下了一件最难的物品 语巫说 我必须杀死一只守望者 才能获取它 第39天到第43天 我开始寻找守望者 但我总能感觉 身后有人在注视着我 突然一只奇怪的生物 出现在我面前 你长得这么丑 一定就是守望者吧 但对方没有回话 然后突然就攻击了我 我超大胆你 竟然敢对我动手 我立刻使用星星冲击波 不停地轰炸守望者 这场战斗非常混乱 但不幸的是 我的攻击竟然对它不起作用 于是我改变攻击方式 使用凋零头骨攻击对方 但守望者依旧很强大 但突然间 守望者就倒在了我的面前 原来是一名玩家消灭了它 谢谢你救了我 然后我赶紧拿下最后一件物品 我听到了骚动 我想你可以从使用魔法中受益 谢谢你的教导 但我现在必须先回到女巫身边 等我完成这件事后 我会与你取得联系 第43天到第46天 我回到了女巫的家 走进房间内 女巫已经在这里等我了 你终于回来了 快把物品交给我吧 我按照她的要求做了 女巫拿起物品后 将它们放在了大锅里 东西融合在一起后 药水被制作出来 好了 现在你闭上眼睛 随后女巫将药水扔向我 一瞬间 一股能量将我变成了新的心态 并且又获得了十颗心 我超感觉自己现在强的一体 是的 你现在快去将钻石 HIM引到我这里 第47天到第51天 我回到亚历克斯的基地 向他展示我的心形式 哇 你现在 看起来好厉害啊 HIM已经去下界了 他似乎改变了 游戏中的一些编码 得知这个消息后 我赶紧找到红石掠夺者 听着我现在 需要你的帮助 你能让我找到 钻石HIM的准确位置吧 是的 你快跟我来吧 我跟在红石掠夺者身后 寻找HIM 找到了他就在前面 我朝着掠夺者手指的方向 看去发现了HIM 但他也发现了我们 不好被发现了 快跑 HIM立刻朝我们冲了过来 我连头都不回 只管朝着女巫所在地飞翔 我按照计划 成功将HIM带到了这里 女巫立刻朝着钻石HIM使用药剂 然而不幸的是 女巫低估了钻石HIM的强大 她被HIM变成了一个海妖 海妖形态下的女巫 立刻将矛头指向我 她不停地朝我释放泡沫攻击 就凭这些小伎俩 根本不可能打败我 HIM和海妖一同攻击我 就在我快要招架不住的时候 钻石HIM转身落下 打开了一个传送门 她头也不回地跳了进去 就在海妖还在攻击我的时候 红石掠夺者冲过来拯救了我 这里交给我 你快去对付KIM 我赶紧朝着传送门跑去 第52天到第55天 我通过传送门来到了下界 但此时我并不知道 HIM去了哪里 情况不妙 我决定去寻找我的创造者 我有麻烦了 HIM已经来到了下界 但我不知道他现在在哪个地方 你太让我失望了 我说了你必须在100天内打败他 不能让他来到这里 无创造者你相信 我仍可以阻止他 你听不懂我说的话吗 我已经对你失望了 我的创造者立刻攻击了我 他不停释放恐怖的攻击 想要摧毁我 妈的你疯了 我不想和你战斗 你毁了我的计划 我留你没有用了 即使黄金野猪这么说 但我仍不忍心对他动手 在我离开后 我发现在这里没有任何盟友 第56天到第61天 我开始漫无目的地寻找钻石HIM 我无法找到他 但却在途中发现一个小镇 仔细观察后发现 这里已经变成了废墟 不过在废墟深处 我发现了一个黄金傀儡 你好 你有没有见过钻石HIM 天杀的他 已经夺走了我所有的黄金 那你知道他具体去了哪里吗 我猜想他 应该在四处偷东西 你看远处那个发光的是不是他 对 就是他 我没有浪费时间 立刻朝着光亮处飞去 当我飞越熔岩后 果然在山顶发现了 HIM 不幸的是 中途发现了问题 那是一个变种墨影人 我超不想和他战斗 应该怎么越过他 最终我决定 只能偷偷爬到山顶了 第62天到第67天 我小心翼翼地向顶峰爬去 哈哈哈哈 你已经来完了 我将接管这里的一切 除了我这里 全部都将被摧毁 妈的 这就是你的计划吗 当然 钻石HIM 拿出了一些下界合金 并开始将它们融合 不久后 钻石HIM 就变成了突变的下界HIM 我超你这个屌样 真的可怕 哈哈哈哈 所以你已经被我吓破胆了吧 他立刻传送到我的身后 消灭你太无趣了 所以 我决定给你一点乐趣 下界HIM消失后 引起了墨影人的注意力 墨影人立刻传送到我面前 开始攻击我 第68天到第74天 我被迫与墨影人展开战斗 他抓起一些方块 向我扔来 我用混乱的射线击中了他 但这并没有对墨影人造成伤害 反而让他生气了 眨眼睛 墨影人就传送到我身后 不停地使用石块砸我 妈的 老虎不发威 你当我是病猫 我用凋零头骨轰炸了他 不停地攻势 对墨影人造成了巨大的伤害 他把自己分裂成多个较小的墨影 灵魂爪牙来迷糊我 幸运的是 我可以使用范围攻击消灭他们 但突然间墨影人 释放出一道可怕的尖叫声 紧接着 他便随着爆炸消亡了 恭喜你战胜了墨影人 我想你一定从这场战斗 学会了很多技巧 但现在 HIM已经转换形态了 留给你的时间 已经不多了 是时候 让你学习一些魔法了 第75天到第79天 诺亚带我去了他在夏季的基地 这里看起来很像一座石英制成的寺庙 我走进这座宏伟的建筑内 发现这里有一个巨大的传送门 还有一个信标在钻石基座上 你说 你可以教会我一些魔法对吗 是的 但在此之前 你得去找史蒂夫谈谈 可是史蒂夫不是已经死了吗 没关系 你只需要站在房间中央冥想就好了 听了诺亚的话后 我开始放平心态冥想 突然我的周围燃起了蓝色火焰 诺亚口中不停地念咒语 我只是感觉到一阵恐慌 随后便开始感觉到疲倦 视野在我周围变得越来越暗 直到一切都变黑后 我在云端之中醒来 第八十天 难道我死了吗 此时的我并不知道这是哪里 突然一阵嘲笑声在我周围响起 随后史蒂夫便向我走来 真不敢相信你还活着 其实我并没有死亡 我只是被Him困在了一场噩梦当中 难道说你还有复活的机会吗 是的 但只有Thim的力量才能复活我 但我认为 Him并不会选择复活你 所以我希望你能够找准机会 将Him的力量据为己有 就会让我在沉睡中醒来 说完史蒂夫便消失了 第八十一天到第八十三天 我从冥想中醒来 立刻对诺亚讲述了发生的一切 老实说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史蒂夫说的话 远远超过了我的认知范围 那接下来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或许你应该寻找 能帮你获得别人魔法的工具 去问问你的朋友们吧 我听从了诺亚的建议 决定返回主世界 当我通过传送门 回到主世界后 立刻朝着基地飞去 令我惊讶的是 女巫和红石掠夺者 正在这里等我 什么情况 女巫你竟然恢复正常了 是的 我有恢复正常的药剂 既然你们相处得这么融洽 不如就留在我的基地吧 好的 这正是我们想要的结果 我立刻使用身上的材料 为女巫和掠夺者 建立了两间大别野 刚建好房子 翡翠村民就走了出来 黄金凋零风暴 你和Him的战斗进展如何 大家不用担心 我现在已经想到了一个计划 第八十四天到第八十七天 我来到了人类好友基地 你好我现在需要一件合适的盔甲 这都是小问题 但我现在缺少下戒合金 你能去找到神行者 找他拿一些给我吗 随后 他给了我七七八十一颗钻石 我拿到钻石后 决定再次前往下戒 我在基地内聚集了所有盟友 并准备向他们告别 第八十八天到第九十二天 我再次前往下戒 在熔岩池中遇到了一些神行者 你们好请问你们的老大 现在在哪里 虽然我不知道他在哪里 但我也不知道他们在哪里 废话连篇 一群弱智 既然你骂我 那我就告诉你 他肯定在一个很大的熔岩池内 你去寻找他吧 我真是服了他的思维逻辑了 按照对方的指引 我最终找到了他们的老大 这个老屌毛 长得可真不咋地 你是来拉屎的吧 不实际上 我是来寻求你的帮助 你能帮我把装备升级吗 想要让我帮你升级 那你必须向我证明你是值得的 那你不帮我升级 就没人能对抗下戒 天哪 已经来到了下戒吗 好吧 你快拿走这些合金吧 得到下戒合金后 我不客气地使用了对方的制作台 打造完钻石装备后 紧接着便将他们锻造了 当我穿上这身牛逼轰轰的装备后 我的身形再次发生了巨变 体型直接变大了好几倍 现在有了摆动的触手 和发光的眼睛 我是金色的凋零风暴 这也意味着 我有40颗星 我准备在这里测试下战斗力 我的攻击看起来像 某种旋转空气的龙卷风 我感觉如此强大 一定不会是我的对手了 第93到95天 我再次来到了创造者的基地 小猪们已经被吓坏了 其中一个试图用十字攻射杀我 我用新力量轰击了他们 他们害怕地逃跑了 然后我飞到了创造者面前 黄金野猪并没有认出我 他似乎很害怕 来吧 给我一个痛快吧 不我不会杀害你的 我今天来这里 就是向你证明 你错了 我错了 不你是谁 我已经准备好打败 Tim了 什么你竟然是我的创造物 这真的让我不能接受 第96天到第97天 我正要离开野猪基地 但就在此时下界 Tim摆到了我的面前 看起来 你已经长大了 但你仍不是我的对手 Tim强大的威严 让我费尽力气 才能发出一点声音 今天我就要 想你展示我的能力 但我还没有反应过来 Tim就使用了他的力量 一瞬间 野猪基地就消失不见了 我抄你到底做了什么 哈哈 我只是略微出手 就已知这个段位的极限了 不我不会让你统治世界 但此时 我开始怀疑自我 我难道真的能打败他吗 紧接着下界 Tim一个闪现就传送走了 只留下我 独自一人原地发呆 第98天到第99天 我深知自己的力量 无法与Tim抗衡 对方只需要一个念头 就可以摧毁一切 虽然对方没有消灭我 但绝望的感觉 马上就要将我吞噬 但就在此时 我听到了史蒂夫的声音 我可以看到 一个幽灵般的身影 漂浮在我面前 你不能放弃啊 请你救救我和我的朋友们 放心我会救你的 当史蒂夫消失后 我意识到了 自己还有未完成的任务 我不能放弃 毕竟我现在已经变强了 我勇敢地来到了 Tim基地的入口处 站住哪里来的垃圾 没想到 对方看大门的 都这么狂妄 我给你一个选择 要么死要么离开这 不可能 对方决心要死 我便决定成全他 他尝试用不同的火焰攻击射击我 但他的攻击 对我的身体没有作用 尽管他有中甲 但他不是我的对手 最终他还是被我打败了 第100天 我进入了Tim的基地 并与他对峙 现在立刻马上停止 你的暴政行为 你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哈哈哈哈 我很希望看到 你来阻止我 这样我才会觉得有意思 Tim用他所有的力量攻击了我 就在那时 我感觉到 一股能量与我联系 就在对方继续向我发动技能时 史蒂夫从下界 Tim的体内脱离出来 导致他的身体 立刻缩小到了一丁点 我回来了 我要用我的力量 亲手打败你 什么情况 你怎么可能摆脱我的控制 我立刻和史蒂夫 一同攻击敌人 他仍然非常强大 用电力攻击抵抗着我们 史蒂夫让我一起完成这件事 史蒂夫心领神会 与我左右夹击Tim一同将Tim变成了灰烬 谢谢你黄金凋零风暴 我们胜利了 第一天 我出生的时候是一只小乌贼 有五颗小心脏 这时候我的爸爸过来了 儿子你要小心一点 虽然爸爸说外面会有危险 但是我的好奇心太大了 我还是忍不住浮上了水面 因为我看到有一张地图 这地图是通往哪里的呀 你这只臭乌贼快把藏宝图还给我们 这群海盗开始向我设计了 我服了 什么你们的藏宝图啊 那张藏宝图价值非常高 无论怎么样也要抢回来 我捡到的就是我的 凭什么说是你的藏宝图啊 突然我这没脑子的爸爸浮出水面 被击中了头部 导致当场死亡了 你这个臭海盗竟然敢杀我的爸爸 我发誓我一定要梦死你 第二天 我的爸爸就这么没了 我感觉好不爽啊 我无意中中发现海底有一艘沉船 打开宝箱后发现一堆烂木头 我真的要气死了 就不能来得有用的吗 你好呀小乌贼 你有没有在附近看到一张地图 我不知道 我怎么感觉你在撒谎 但我又没有证据 你再胡说八道我就不客气了 你的脾气还挺大的 那么我会留下一些僵尸陪你好好玩耍 他释放一大群的逆尸 他们游泳的速度比较慢 但是由于数量太多我也打破他们 最好的办法就是直接离开 反正我的基地又不在这里 海盗告诉我地图就是你拿走的 无论你在哪里我都会找到 这张地图看起来非常值钱 我要好好保管了 想要我的地图去做梦呢 我找了一处隐蔽的地方开始建造我的房子 希望没有人知道我在这 到了第三天 我感觉肚子好了 从第一天开始我就没吃过任何东西 我发现了一群小鱼正在跳广场舞 今天的早餐就拧了 这些小鱼真好吃 太他妈好吃了 我继续探索更多的资源 我发现了一只很小的龙虾 完了完了 小龙虾有危险这条鲨鱼想要吃它 我立马掏出我的武器进攻鲨鱼了 不过鲨鱼是打不过乌贼的 这一点你们应该也知道 你简直就是我的英雄 我要做你的粉丝 一个人在外面很危险的 所以你回我的基地吧 我们一起生活 四到八天 就那点小鱼根本不够我吃 原来水下还有村庄 这真的太酷了吧 你能与我共享食物吗 请问你有什么价值吗 我有一张地图 我的天呀 这是通往失落之城亚特兰地的地图 海洋中所有的宝藏都聚集在那里 我的天 怪不得一群人追杀我 你现在的处境非常危险 喝下这瓶药水或许能变强 我相信他并且喝了药 我多了十颗星 你对我真好呀 我要不要过去寻找宝藏 据说有一条非常凶猛的鱼 我也不太了解 那好吧 我会想办法的 在海里绝大多数的人都在寻宝 你不要相信任何人 谢谢你的提醒 九到十二天 现在已经天黑了 这个地方安静地让人害怕 我发现一条灯笼鱼正在守护着一个宝藏 看到它那恐怖的獠牙我就知道它不好惹 我又非常想要它身边的宝藏 让我轻轻地打开一下吧 你个臭乌贼竟敢动我的宝藏 我根本就没有漏脚步 它是怎样发现我的 我拿出我的斧头砍它的脑袋 但是它的牙齿有剧的 我的力量根本扛不住它的伤害 还是直接跑吧 等我变强了之后再来这里 你回来了 我有一些东西准备要给你 它给我一些羊毛还有栅弹 这些东西或许以后对你战斗有帮助 看来多一个朋友是正确的 它可以为我分担很多东西 十三到十六天 我又找了一些木头来给自己建房子 还做了一个储藏室 我要成为这个世界最有财富的乌贼 别看我现在很穷 以后我肯定会是个百万富翁 我现在非常脆弱 所以我要做铁甲来保护自己 一切都弄完了 我正在安静地欣赏我的房子 今天的晚霞非常美 我又想你了爸爸 要是你活着我该多幸福 十七到二十天 我跑了十几公里 我的腿都快跑断了 但是我发现了一艘很大的油润 它已经沉在海底 说明它被什么东西袭击了 看看这里面有没有能用得上的宝贝 运气不错 我发现了三叉戟 前面还有很多个箱子 我还发现了一只小海豹 你在干嘛 这里有怪物 不要出声好吗 是什么样的怪物把你吓成这样呀 原来是一只长得不像蜘蛛 又不像龙下的生物 我要守护这里的宝藏 没有人能够拥有它 它只能是我的 看来这家伙极度自私 我直接拿三叉戟戳它的头部 狠狠地将它击退了 但它还是在不停地往前面靠近 那我只好出手弄死你了 还好我身上有护甲 否则的话还真被它打死了 它死后掉落了一本书 小海豹没事了 它已经被我弄死了 你也太厉害了吧 能够打败这么强大的对手 二十一到二十四天 我现在变得很厉害了 是时候找那灯笼鱼报仇 你还记得本大爷吗 上一次我有事情不得不离开 这一次我绝不会放过你 多亏了我的盔甲 它的毒药开始没那么多作用 我用三叉戟砍它的头部 我们互相都受到严重的打击 虽然我是一只小武贼 但是我有武器的 你这只愚蠢的野兽给我死掉吧 我打开宝箱发现一大堆黄金 还有绿宝石 还有一张古代的藏宝图 我现在越来越喜欢探宝了 二十五到二十八天 最近我干掉了一条灯笼鱼 那个老东西竟然被你干掉了 所以我想利用宝藏和你兑换一些材料 没问题 以后你都可以来我这里兑换 你再看看我们这里 有没有你需要的东西 这是海带吗 没错 你需要的话我可以给一点点 太感谢了 有这么多海带足够我吃的 这里的村民都非常热情 孩子你想不想阅读书 算了吧 我不喜欢读书 我还是喜欢寻找宝藏 二十九到三十二天 我正在到处乱走 希望能找到一张藏宝图 前面有一处明亮的地方 那些是蝌蚪吗 可我没见过这么大的蝌蚪 你说谁是蝌蚪 我们是守护者 守护者你好呀 你有没有知道宝藏 这座城市早就没有宝藏了 在我小的时候这里还是非常富有的 但是我低估了人性的贪婪 这个世界是残酷的 很多有价值的东西都落入坏人的手里 然后都被储存起来了 我们守护者开始发动战争 但是无奈打不过他们 能被迫离开这座富贵的城市 现在我的同类差不多都死光了 我也不知道他们在哪里 如果你想要探绑的话 我支持你的做法 请你收一下我的礼 你给这些东西我干什么 这些可是高贵的材料 很多人想要都要不到 谢谢你送我的礼物 通过这次事件 我了解到世界真的太残酷 33到37天 我盖着新获得的材料回基地 换上这些材料会显得更加高贵 反正我现在又不是穷人 我看你的房子挺漂亮的 你想和我玩游戏吗 可是我现在有点忙 这是九富盛名的水下锦标赛 里面的奖品可是很丰富的 妈的 我现在就要报名 乌贼带我来到了一个巨大的竞技场 这个竞技场太壮观了 38到41天 这个竞技场让我想起当天是100天到时候 好了 欢迎来到鱿鱼游戏 胜利者可获得我们专属的深海神器一套 非常需要那个东西 第一关是穿过障碍比赛 比赛现在开始了 这些鱿鱼的速度非常快 但是我也没有被比赛淘汰 你很厉害 但我想说宝藏是我呢 来到第二项比赛了 谁的三叉戟命中最多的目标谁就赢 我第一发就精准的命中目标 你是如何做到这么精准的 因为我是老玩家 第二关桃子获得胜利 剩下的被淘汰了 现在就剩我和之前找我的那条乌贼 这一关的规则也很简单 绕着体育场跑三圈 谁能先到达终点谁就赢 我开始像火箭一样喷射出去 但是他的速度比我还要快 我真的不想就这样输了 我用尽我所有的力气直接反超他 我终于获胜了哈哈 这怎么可能呀 他不甘心地离开了 深海神器真不错 42到45天 我带着新东西回家 我注意到了一艘大船在上面 去你奶奶的臭乌贼 不把地图交出来我诈飞你 你当我好欺负是吧 我直接利用钩子将他们勾下来 我们都掉在水里怎么办 我们和他战斗到最后一口气 那就来吧 谁怕谁啊 我有深海神器压根不怕你们 我将他们团灭之后 他落下了一本书 里面写着乌贼已经找到藏宝图了 这一定是那个海盗船长写的 看来他已经通知所有的海盗了 我现在的处境更加危险 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的话 我还是会捡那张地图 46到48天 我做了一个很酷的美梦 前面的那位是我的爸爸 我的儿子你为什么不救我呢 我怎么救你啊 如果你不把地图交出来 那么你就会陷入无尽的黑暗 所有人都会惦记你的地图 无论你在哪里 邪恶的势力都会找上你 这些人在发什么癫 为了一张地图何必要这样 我刚才做了一个很不好的梦 这只是个梦 不要太不担心了 你知道吗 我感觉我好像是个杀人犯 49到52天 我在侦查四周发现了渔夫 你来得正好 我的罗盘掉水里了 你能方便帮我找一下吗 只要不是过来跟我抢地图的就好 你那个罗盘是渔夫的 什么不是我的 臭乌贼不要多管闲事 他开始用三叉戟打我 可我是一直有装备的乌贼 我的深海之弓可以进行远程射击 虽然你长得很美丽 但是你今天必须死在这里 我将他的罗盘拿走之后交给了渔夫 非常感谢你 这本魔法书你收下吧 53到56天 我的家周围怎么突然多了这么多珊瑚 这些珊瑚是我带过来的 这是能够让石头变成珊瑚的武器 这也太神奇了吧 接下来的话我要调整一下我的房子 我把防御墙做高一点 顶不应该添加点什么好呢 算了 我还不如用这些玻璃来种珊瑚呢 这些小小的珊瑚真可爱 57到60天 我是一只快乐的小乌贼 在水里游来游去 我看到长胡子的海盗了 这畜生是不是杀我爸爸了 你又来这里想干什么 我想取得你的原谅 如果你帮我的话 我会把剩下的地图给你 我们一起合作怎么样 那你说吧 我喜欢我的海盗船 然后现在想和你一起陪我找回来 我答应他的要求了 这是一个漫长的旅行 在一个夜晚我和他杀掉大量的僵尸 现在我们已经迷路了 这里的出口在哪里啊 向着前面直走就是了 这海豚是我的朋友 他和我很亲密的 感觉离家越走越远了 61到64天 我们好像找到你的船了 就是那群蠢蛋偷走了 可我一起干掉他们吧 我以为这些丢炸弹的骷髅海盗和他一伍 海盗船长直接把他扔进大海里了 然后我在下面进行收割 我们配合的天衣无缝 来多少杀多少 我现在的伤害非常高 哪怕他身上有炸弹我也不怕 敢偷我的东西 你们都死定了 两名船长开始打起来了 他们手里都有一把手枪 随后他们又掉下海里战斗 如果在上面的话 可能还会打个平手 在下面的话你就不好说了 这是哪来的臭乌贼 给我滚开 喜不喜欢我们二代 他还剩下一丝醒了 我靠近他利用我的弓箭直接将他射爆 他掉落了好多宝贝 这是你该获得的地图 我对之前的行为感到非常抱歉 我可能一辈子都会愧疚 你已经证明你没有恶意 下次不要这样了 65到67天 太棒了 我又获得了另一半地图 前面我觉得海盗好贪婪 现在我才是那个贪婪的人 贪婪就贪婪吧 反正我需要变得更富有 人不会因为太有钱而烦恼的 你们有没有觉得我的基地跟派大兴的好像 当我到处游走的时候 我发现地面有钻石 刚好可以做一个钻石胸甲 一条非常霸道的鲨鱼正在吃海龟 你疯了吧 你什么都吃 你怎么不吃屎呢 你这条臭鲨鱼 看到这些海龟这么可怜 我就收养它吧 我的家开始变得热闹起来 68到71天 我现在的目标是寻找最后一块地图 这样我就可以有完整的地图了 前方有一个偏僻的小岛 突然一个屌毛出现了 大路这么美好 你为什么会选择在一个小岛里住呢 因为周围有一个可怕的怪物潜伏在这里 如果我有下水的话肯定会被吃掉的 我倒要看看是什么样的怪物 原来是你在这里搞鬼 我讨厌你这种害人精 它的牙齿非常锋利 但是我的速度比它快 你太慢了根本追不上我 我朝着它的喉咙来了一发致命的伤害 导致它直接灭亡了 它被我处决了 现在没事了 太好了 我不知道该如何报答你 那我送你一些椰子课吧 72到75天 这个村庄发生什么了 因为你连累他们了 这就是不交出地图的下场 你还真以为我是第一天的乌贼吗 我发起猛烈的冲锋打击太空人 他的装备有些太先进了吧 我朝他射了一箭 他那强大的盔甲我无法击穿他 还好我身上也有布甲 就让我们谁死的更快吧 我利用三叉戟不停戳他的眼睛 好恶心的三叉戟啊 虽然你赢得了这场战斗 但是你还是输了 他带走了守村人 如果不把东西交出来 我会让他死得很惨 他离开后只留下了一针地板 我一定会去救你的 76到79天 你知道冰尼宫吗 我朋友被抓起来了 听说过 那是非常危险的地方 那我得做好充分的准备了 我要去救我的朋友 做了一把钻石后就出发了 他留给我的地图 就是朝着冰尼宫的顶去 一路上我看到了好多骨头 我来到结冰的地方了 这是一个非常古怪的地方 只有傻逼才会在这里住吧 你说谁是傻逼 我说的就是你这种 我直接和他干架了 幸好我有三叉戟为我提升攻击力 不过这家伙的进攻很猛 他压根不想给我一丝喘气的机会 那我也不给你活着的机会了 给我去死吧 83到86天 我来到传说中最可怕的地方 这里就是冰尼宫了 我感觉这里不能待太久 因为实在是太冷了 那个太空人正在等着我 你终于来了 我的东西呢 我辛苦了这么久才获得的地图 不会这么轻易的救给你了 我一定要将你打倒 然后救出我的朋友 几天不见 他已经会了一种神秘的魔法 这他妈是跟谁学的 大量的僵尸开始涌上来了 也不知道太空人对他们使用了什么药 我一斧头直接将他打成残血 之后我直接捕刀 他终于被我弄死了 还留下了一张地图 还好他没有对你做些什么 87到89天 他现在已经没有村庄了 所以只能来我这种 我已经拥有完整的地图了 你在这里等我的好消息吧 等我拿到宝藏之后 我会和你分享 我现在的基地跟海绵宝宝的一模一样 这看起来真的太酷了 不过我想建造更多的基地 容纳更多的生物 我的水下基地终于完工了 这看起来真不错 感谢你为我们付出了这么大的努力 这是我应该做的 很快我就会和你们分享宝贝了 90到92天 现在跑了很久很久 我感觉危险离我越来越近了 我看见了很多我从未见过的生物 在路上我碰到了一头锤子鲨鱼 已经和鲨鱼战斗过无数次了 所以它根本没有胜算打赢我 93到95天 我来到地图上所说的失落之城 这个地方真的好漂亮 没想到最后来的是一个小乌贼 我的天呀 好大的一只章鱼 你想要进入这里得掀过我这关 这已经是个怪物了 我和它的体型根本不是一个级别 它每一次挥动它的触手 都能带走我大量的心脏 我必须要用一些手段来反制它了 让你尝尝三叉戟的威力 我的三叉戟并没有对它造成什么伤害 反而还掉在地面了 关键时刻我抛出我的深海之弓 对着它的眼睛不停地射击 终于这个海耀被我打倒了 一把闪闪亮亮的钥匙出现 我紧紧握住钥匙 生怕它长了腿跑掉了 96到98天 这里就是亚特兰蒂斯城 这地方真的太美丽了 我开始在这里探索 看能不能找到一些值钱的东西 我发现了一个宝箱 但是里面的东西实在是太简陋了 我继续向着里面深处游走 这里好像只有我一个人 我低天啊 前方有一大堆的箱子 99天 守村人跟我说过 海洋所有的宝藏都在这个地方 我真想和爸爸分享这一刻 我看到其中一个很奇怪的宝箱 我手里的钥匙好像就是打开它的 看来我的计划进行得很不错 你不是已经死了吗 之前那一个是我的克隆体 一路上我一直都在跟踪你 所以你被我利用了 你真的太年轻了小乌贼 你怎么跟他一起了 不要误会 我来这里只是想和你共享宝藏的 快把钥匙给我 低一百天 他召唤了大量的不死军团 庆幸的是守村人帮我一起打他们 我以为他要背叛我 这些不死军团对我们来说没有太大的威胁 我不可能将钥匙给你的 他现在用出最猛的进攻打我 守村人快帮我一起弄他 你这个畜生太空人 不吃你的喜之狼果冻跑来这里寻宝干什么 快去打开那个宝箱 他会刺点你无限的力量 我用最快的速度游下去 打开宝箱之后我看到了死海卷转 突然我感觉到身体很难受 我开始进化了 我变得无比巨大 拥有一百颗星 这也太爽了吧 我感觉现在浑身都是力量 我一招就将太空人秒了 从现在开始 失落之城就是我们的基地